曹志聪 男22岁 香港人 新南威尔斯大学 本歌 金融筷子专业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曹志聪 22岁 刚刚毕业于新南威尔斯大学 然后我曾经经历过四分实习 然后我觉得我的综合能力比较强 我在这个舞台上想找一份海外运营 或者是市场研究的工作 谢谢 这是一个特别温顺的男生 你没脾气的 我觉得我的脾气非常好 那如果一个女生跟你撒娇 你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看情况的 如果她是无理取闹呢 这个时候就要 就不怎么去理她 但是我不会让她感到 她不受夸你 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男人的绅士指数 跟女人的颜值是成正比的 越漂亮就越绅士 是这样吗 可能吧 我找个女生给你无理取闹一下 我看你怎么回应 好不好 杨蓉 今天那个周末 你有什么安排吗 没有啊 没有安排啊 对啊 是不是 你想跟我去什么地方 我自己想啊 不如我们去 可能去 去看花 或者去看星星 然后去玩花 这个街有星星吗 你能不能再无理取闹一点 平时很温柔的 一点都不会无理取闹 如果说我是荣儿的男朋友 我会这样说 你在的地方 那就是天堂 所以说哪都是天堂 我跟着你走 潮汐你是死了吗 我们在的地方 你就是天堂 对啊 我觉得我幸福死了 人家哪里会像你们这些人 人家就是老师本分啊 那对女朋友尚且如此 那在工作当中 你应该更加平和化了 对对 那你哪一年去的澳大利亚 15年的11月份去的澳大利亚 这个是自己考出去的 对 在悉尼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之前做过一个实习 它是一个叫国际SOS 是全球最大的旅宝的咨询的公司 来说说你在大学里面都干过什么 在大学里面我曾经做过学生会的会员 然后我是公关 然后我们跟TVB合作 举办过一个全球娃人星星大赛 这是一个唱歌比赛 然后你做的是什么 我是做公关然后我去拉一些的赞助商 你就拉赞助 对 一开始我们就是发一些邮件过去 就去 你是不是说粤语会说得顺利 会很 你用粤语说一说 跟赞助商他们沟通完之后就去跟他们见面 然后就跟他们 是不是突然之间有了TVB的感觉 我只想听他说那个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各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我表姐常常跟我 就叫我读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的 你觉得你的普通话 对你的工作是 是有阻碍作用 是会有 但是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很长 对 你现在已经是通过学习了之后有所提高了 对 英语怎么样 My English pronunciation is actually much better than my Chinese 对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我来北京是 我常常来北京 因为我家人 我奶奶是北京人 所以北京是我第二个故乡 然后 这上面写你在北京还有一家宠物店 在北京其实我们有在做宠物的救助和领养 是你开的吗 不是我们开的 是你家人开的 对 之前面试过工作吗 有面试过 在内地 在内地有 那你是这次就想留在北京 这次想留在北京 还是别的地方都可以 就是因为我觉得内地的经济发展比较快 我想找一个好的平台 好的大环境去开始我的 开始我的工作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要求薪资 如果是做海外的运营 或者是海外市场的那些 因为就一万家 内地是一万 对 有点高了 出国也是一万 就是我有两点不理解 就是你看 你学的是财务 就学了半天不用 第二个理解呢 就是实际上你在如果你是在北京工作的话 你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功底还需要打造 我其实没有不用会计跟金融这个专业 我之后的梦想是做一个COO 然后我觉得COO起码要具备的能力其中就是一个财务管理的能力 然后会计跟金融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你的在学校学的金融会计 你现在还没毕业嘛 也就是你的你的学习的专业你还没有到社会上去实践 对 你怎么你马上就想跳运营 其实这个逻辑是法的 如果你特别想做COO的话 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去学工商管理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学这个专业比较好 然后我其他的就可以用我其他的实习的经验来去学习 金融跟筷子在学校学的话 我能够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运营更主要的就是去实习里面 或者是你一些经验经历里面学到的东西 他还有一个PPT美展 这个PPT就是其他人对我的评价 然后第一页就是跟我有亲戚关系的 就他们对我整个人的成长的过程非常了解 第二页就是有高中的班主任 他怎么去形容我 然后我的室友我的朋友是怎么形容 那展示为什么都是别人对你的背书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 他很擅长夸自己 就是他的这个思维模式是非常这个欧美化的 小叶他不在推荐信 对因为你看他们推荐信的这个模式 在咱们国内不是特别流行的 而反而是在一些比如你要去在西方国家或者欧美 你要要不管是上学还是找工作 这个推荐信的很有用 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背后看到的是你觉得那个所有的理论跟我们现在内地运行的这种会计和财务制度是不是完全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说会计的话就是他全球除了美国之外 他就是用基本上是用同一个系统 那因为从上台到现在因为包括你的解历 包括刚才你的PPT 用别人的夸你的方式来去展现的 那我想知道提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缺点当然是我的中文 就是我的沟通能力现在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现在找的工作比较靠后 你的普通话这不是你的缺点 它是你的可能是因为你的地域的 你的因为你的地理环境它不是你可控制的 我觉得你可以让别人去夸张你的优点 你也可以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优点 但你一定要自知你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我想强调我一些的学习的能力 然后就让他们发现我是一个 一个好的材料 可以让他们那个公司值得投资 我们就是要夸自己 我们卖东西 我们自己拿自己是一个产品 我们往外推销的时候 你谁天天说我们这个产品挺好 但是有好多缺点 他不认为自己有缺点 或者说他认为的缺点 你认为不是缺点 那我们就不要纠绝在缺点这个上面 我不觉得 我不太认同你这个方便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能为我们做什么 到现在为止 他原来的经历是刚毕业 那么他毕业的专业是个会计和财务 那么这个他有时候都不想做 而且他有时候跟内地的这个 我们的税务制度不一样 这是第一 第二他说他要做管理 管理他没有经验 我们应该啊 就是如果要好好聊工作 我们要帮他落地一个岗位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岗位给你 我觉得适合你的分析师关系 就你也要把你自己落地 这是因为他是做海外的项目 而我现在不是做管理 我可以去把那些 就是你们公司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项目推到海外 那是销售吗 不是销售 我会研究 可能是 就是做海外业务是吧 对 就是做海外的业务 那你想怎么推呢 岗位 就例如我在SOS里面学到的 就是他会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做一些lead generation 就例如他们怎么去找那些客人 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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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干什么 在第二环节 举出你曾经干过的 嗯 我觉得你这个中文有点费劲 你就干脆说 你的曾经做过的经历 好不好 用这个东西来证明 你能干这个 来第一轮选择去获得 还有十一战斗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很新鲜的才艺战士 训狗 对 你带了狗来啊 对啊 对啊 这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才艺战 想让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流浪狗的问题 他叫五毛 五毛呢 他 他 大家可以发现 他有一只眼睛呢 是啥的 因为他 这个是我们在街头 发现他 然后那个时候 他的 他的眼睛在流血 然后 然后我们就赶紧把他 送去医院 医院 然后去 把他救住了 然后就 就一直痒 然后这些很多都是我们救助的一些狗 我觉得我 现在为什么会在才艺表演的时候去 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去 让大家跟他关注这个事情 如果有能力的话 就想让大家去 营养或者去救助这些动物 你不是还要训狗吗 五毛 来 他为什么叫五毛 我手 这 很 训完了吗 训完了 然后 就握个手啊 我主要就是想 宣传一下这个 把这个爱心 传递下去 然后虽然这不是一个才艺 但是这是一份善意 那你还不如就上来 就说讲个狗的故事 你看骗我们 他把他展示爱心 展示的过多 然后他的职业素养 展示的过少 这一点呢 可以说是个好事 但是呢 有点宣民多主 今天在这儿 那个爱心狗狗 我觉得上来是给你加分的 他确实体现了你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 但是我觉得今天老板们要的是来帮我们做事情 创造价值的人 这个场上我们就干一件事 我们就是给站到这儿的人职位 那么我们凭什么给职位 两件事 一看人品 二看专业 你必须展现出这两点来 我们才能够给职位 人品我们看到了 那你的职位就必须去说 你能进入企业之后做什么 结果你用了后面很长很长的时间去说 我能够训狗 就是刚才的展示很好 用错舞台了 如果这是一个相亲节目 OK 但是职场节目非常不OK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天生我有才的展示 我本来就是想放到最后的 就一开始我肯定是会证明我的能力 就例如我在第一环节去做那个PPT一样 然后我现在可以讲一下 我怎么去给一个公司里面做贡献 好像我在上一份实习当中 我给总监提了十个意见 就是我们要将一些销售的人员 他们要把一些资料放在一个CRM的系统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研究这个公司 应对这个事情 是从抱歉我再打断你一下 我帮你一下 咱们有一个提纲 就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就是一团周 其实你做的首先是在什么公司 就刚刚我说了 就是在SOS 就是那个 SOS 然后什么部门 市场运营部门 什么岗位 就实习商 就是市场运营 具体的业务的核心是什么 是帮助找销售线索 对吗 如果我们把整个面试 看成一个职场工作的话 那么我们喜欢那种 直奔主题 目标清晰 步骤简单快捷 这样的选手 小伙子还好 赶紧练好古东话 好不好 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他所答 还有一个思维方式 逻辑能力 逻辑是有问题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 如果有这个海外的工作 拍到去可能会好一些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弹险不算关机 我给你一万一 什么岗位 海外的市场资源的对接 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如何可以帮助我 去当一个COO 就是这个基础是怎么大 我只能先帮你 当好一个你所应聘 岗位的这个员工的 这个职位的培训 我会给到你 同时我给到你的是 无限发展 未来到COO 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能不能当上 靠你 这孩子还是真天真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松鼠AI 好 其实松鼠AI 是我其中一个 以上的企业 所以得到这份工作 我也挺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 我这次厂商的表现不好 就是我不能到完成 去表达出来 我真正内心想说的 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肯定会去更加 去珍视这份工作 因为他 他给我一个机会 去表现我自己 跟花坏我自己的